对 话头 您等一下 看来 你们不比我退位 是不罢休了 您误会我了 从开始到现在 我从来都没有想要斗垮一华 从来没有 我只是想要完成我爸爸的理想 这是投资人 对一华和品尚 一起改建股项提出的意见 他们希望 我能成为两家公司的桥梁 说服您同意两家企业合并 保留由秦巡领导的 异华管理层 配合品上的管理层 重塑异华的企业文化 进行产品升级 我什么样的大风大浪 没有见过 我不会被你的三言两语吓倒 其实 我今天想带您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 您跟您孙女 第一次联手的地方 华董 这就是您跟布染 第一次合作的地方 在开工奠基仪式上 您当着我的面 第一次承认了布染是家人 见识过你的设计 陆总真是慧眼识珠啊 接下来好好做 不光要为了你的老板争光 更要为你的家人掌领 那一天 对布染的出动很大 华董 我相信在那一刻 你也为自己的孙女骄傲啊 老太婆 偶尔流露一点人情啊 也是为了场面上好看 我绝不会为了一个姓布的 去动摇大众对义华的信任 人 都只是一个可怕 能够真正让公司和空间 活起来的是人 是对的人 对的审美 能够赋予它更高的价值和意义 福利院经过改建以后 给更多的孩子 带来了更好的成长环境 让他们也越来越乐观 开朗 保安 人和环境是相辅相称的 院长说 最近这段时间来福利院 领养孩子的夫妻 都会遇到跟自己投缘的孩子 让更多人重获亲情 这就是我们两边协作 获得的喜人成绩 华董 您难道真的不想跟敏德书 一家人和解吗 一华是我对我先生的惦念 只有一直把他做强做大 我才觉得对得起他 你的提议 我丝毫不会动心 因为你太让人难料了 谁知道下一步 你会不会把一家 从一华彻底割裂 华董 您的担心没错 曾经我也是福利院里 最孤独的医员 直到遇见了我爸 我的脸上 才有了像他们一样的笑容 我爸的死 我一直都耿耿于怀 我曾经安安发誓 我一定要为他报仇 我绝对不会放过一家的 任何一个人 但直到我遇见了不然 一切都变了 他要我相信 我的人生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去做 我的喜怒哀乐 也变得跟他息息相关 就是因为他 我才一次次地放过了 一鸣才一家人 一点点地融化了我内心的仇恨 陆叔叔 小雨 恭喜你啊 拥有了新的爸爸妈妈 嗯 我以后有爸爸妈妈陪我了 陆叔叔 你也不要太忙 多陪陪布然姐姐 知道吗 好的 小大人 跟爸玩妈妈回家吧 我跟布然姐姐有时间的话 一定会去看你的 嗯 去吧 叔叔拜拜 拜拜 嗯 嗯 你怎么回家 嗯 嗯 嗯 晚上想吃什么呀 什么东西 华董 我们从事的事业 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的 那是不是能让我们所爱的人 也享受到这份幸福感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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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想好了 等我们两边合并成功以后 我就彻底退出 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陪布然 我要陪他到处去采采风 我答应过要帮他成为最优秀的设计师 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所以 希望您能帮我 早点退休 奶奶 您跟我还有不好意思啊 当我不知道你们分手了 别叫我奶奶 奶奶 我们两个早就和好了